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而像Mr. Porter,Pat Gary和Bestmate这些受欢迎的男性电商品牌,正在采取不同的影响力营销方式,以旅行,冒险故事,甚至时尚贴士的形式,将生活时尚的内容与客户建立起联系。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Abyswell的数据显示,如今美国网购的男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男装的电商销售要比他其他电商垂直市场增长都快,甚至比电脑行业都还要高。 2010年至2015年间,美国男性服装在线销售额的增长率为17.4%,而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增长率为11.4%, 服装购物者都喜欢零售商通过邮件与他们进行沟通。 男装零售商与男性购物者联系的最佳方式,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电子邮件营销活动。 国外营销机构4C的营销副总裁Eric Feinberg在接受CPC Strategy采访时解释说, Feinberg表示,男性与女性的购物方式不同,女性更容易被销量好的产品吸引, 而男性则主要受内容的驱动,这种差异反过来也会影响消费忠诚度。 对于零售商来说,靠优惠券买来的消费者忠诚度,只能给零售商带来及时的满足感, 而迎来的忠诚度则会带来终生价值。 但获得这种忠诚度需要更长的时间,它需要依靠更多的内容。 哎呀,教育和差异化,能用展示的,就不要用说的再谈到用内容来与顾客建立联系这方面。 我们不得不提到男装品牌Mr. Porter,他们在早期就开始用杂志风格的文章来与顾客进行互动。 Mr. Porter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时尚男士版的Nepic Porter,女性时尚零受伤。 且面向的是高端奢侈品消费者,但Mr. Porter的顾客依然愿意花时间阅读他们有关时尚和生活方式的建议类文章。 观看内容视频,同步跟上Mr. Porter的在线杂志,The Journal,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看起来不那么时尚的男人世界。 Mr. Porter的品牌和内容总监,Jerney Wayne Me,在采访时说道, Jerney Wayne Me曾长期担任男性时尚杂志时尚先生FQ的主编。 他的经历不仅让他明确了做内容的方向,也让他确认了公司的整体发展方向。 Mr. Porter网站上最受欢迎的内容,往往是那种How to如何做的文章, 比如How to trade your skinny jeans for what we can,如何将你的紧身牛仔裤换成宽腿裤。 当该网站的生活时尚部分涵盖了从丰饪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像是一本杂志而不是为了做推销。 Mr. Porter的目标是做出时尚而又有报复的内容,你可以跟女人说, 斯林,斯林,法国时尚奢侈品牌,包包,是这个季节的必备款。 但如果你跟男人说这些,你只会得到一记白眼。 Lain Me解释说,如果你告诉男人,同一件衣服可以有哪五种不同的着装方式, 这对他们来说会更实际和实用。 这样,与其说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灵感,倒不如说是一种信息。 据称,Mr. Porter的忠实客户在购物前大约花五分钟时间阅读文章和其他内容, 然后平均花八到十分钟的时间来选购商品。 故事营销户外和生活方式品牌,BestMate在电商内容营销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 该公司的创始人,Will Cameron Smith曾是一名喜欢待在户外的艺术总监。 一开始,他只是把BestMate创办为一个工作室,但很快他就变成了一个以产品目录为导向的业务。 Will Cameron Smith表示,我的爱好就是讲故事,而产品印刷目录是讲故事最好的地方, 同时也是让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们的产品目录已经变得十分产品导向,程序化和交易化, 我们给客户带来了更有意义的体验。 BestMate用优美的镜头,高清的大幻灯片,将其故事娓娓道来。 在看的过程中,顾客就像是在拜访一位刚去伯利兹旅行过的朋友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影响者营销者,只是在推销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除了营销产品外,BestMate还在纽约和洛杉矶地区举办真实的冒险体验, 旅行活动以及研讨会,BestMate销售的不仅仅是一种体验, 更是一种冒险,BestMate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共鸣, 是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美学和目的走出家门, 学习,做事和生存而不仅仅是一种劝说顾客购买产品的策略, 社媒影响力营销冒险和生活时尚内容相互关联的原因之一, 很可能是由于男人与时尚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时代转变。 第二个原因是,男人会从其他男人那里学习时尚秘诀, 根据2016年Boutique & Google Women的消费报告, 千禧一代的男性更有可能从朋友Instagram豁明人那里获得时尚灵感, 相比之下,18%的千禧一代男性更青睐Instagram, 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的比例只有4%, 随着越来越多社媒网红主导社交媒体, 这些人也会给受众带来自己的时尚感。 . 离间接近一代 地前代 感谢观看